外企在中国投资环境恶化 中共政府采购清单 取消了国际大厂的品牌 苹果在去年有10项产品遭进 思科在今年更是已经全军覆没 同时许多跨国企业开始撤离中国 将厂区移往了东南亚 美国网路设备制造商思科 手机大厂苹果 防毒软体麦克菲和网路服务器公司思捷 近来都面临同样窘境 遭到中共政府采购排斥 中国政府两年内 新增批准的2000个产品 几乎都是国内产品 外国品牌下降三分之一 安全相关产品就有一半幸存 像是思科 2010年有60个产品在采购清单上 但是到了2014年末 已经全军覆没 实际上他们之所以有今天 经济之所以有起飞 也就是靠外商或者外资的扶持 他发觉他到了一定所谓 不会输你的时候 他绝对就放弃你了 在中国不买国外品牌的同时 跨国企业则传出撤出中国的消息 污染公司计划关闭东莞北京工厂 改设厂在越南 预计裁员9000人 日本完标品牌新城集团 也宣布关闭广州厂 将生产线转往泰国 签名员工被解雇 一旦取消以后 他们的获利商就越来越少 而且他品牌会被拿走 他基本上就不愿意进占了 但因为会通盘性的 这个排挤到其他的外商 包括松下日本大金 夏普TDK等计划回归日本 而UNIQLO 富士康等 也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场 加快了撤离中国大陆的步伐 新台电视沈未同王瑞亚 综合报道 术寺